来自外交部的消息 5月1号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发表声明称 美方强烈鼓励世卫组织 邀请中国台湾地区 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今年世卫大会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今天表示 美方有关声明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 坚决反对 发言人指出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在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 包括世卫组织活动问题上 中方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 即必须按照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 这也是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 和世界卫生大会25.1号决议 确认的根本原则 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 导致台湾地区参加世卫大会的 政治基础不复存在 美方有关声明 混淆视听 实质是纵容支持台独分裂活动 发言人强调 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 是中美关系第一条 不可逾越的红线 我们再次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遵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 将美领导人做出的不支持台独 不支持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等承诺落实到行动上 停止借世卫大会炒作涉台问题 不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一个中国原则得到国际社会普遍支持 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不容否认也不可阻挡 任何打台湾牌搞以台制华的图谋 必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坚决反对 注定以失败告终 人心所向大势看